高通胀和高衰退风险下 如何应对市场下跌 大家好 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悉尼中文部经理Austin Chen 我们今天来聊聊 如何处理市场的下跌风险 上周五 美国五月通胀数据在达40年最高水平 面对消费者信心的恶化 无法控制的通胀 和美联储激进加息的预期 人们担忧 市场可能步入熊市 或者更大规模的下跌 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 美国同样经历了难以忍受的高通胀 为了应对通胀 美联储开启了加息周期 1999年6月开始 11个月内加息6次 共计1.75% 当时美股处于高位 大量的资金涌入互联网概念的公司 在2000年3月10日 以科技股为主的拉斯达克 录得5000点的高位 一年时间上涨超过一倍 在加息周期中 刺破了互联网的泡沫 拉斯达克指数也接连了暴跌 之后两年被抹去了近5万亿的美元的市值 大量公司被清盘 而这次在2022年 美联储加息刚开始 拉斯已经抹去了8万亿美元的市值 那么市场担忧 如果加息幅度比较大 会直接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加息若太快太猛 超高的利率会影响到企业的借贷意愿 新降物也会随之减少 银行提高了贷款的利率 抽贷 吸贷 断贷 会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大的冲击 从而引发衰退 摩克斯丹利的资产管理部门 近期发表报告称 美国经济硬着陆的概率在大增 报告认为 尽管美联储希望实现软着陆 但通胀的压力几乎没有放缓 美联储还面临着 加快货币引缩步伐的压力 再加上俄乌的战争和中国风控抗疫等复杂因素 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未来12个月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27% 而3月份预期走5% 投资者注意力正转向潜在的增长恐慌 甚至是彻底的衰退 甚至美联储鲍尔在上周四警告称 随着美联储提高利率一直通胀 它不保证经济能够实现软着陆 表现的金融市场上就是股票的下跌 或者是相应的资产价格下跌 现如今的社会 不管你是投资二级市场 还是购买养老金等低风险的产品 大家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回报表现 那我们投资人该如何应对下跌风险呢 奥斯顶有如下是个建议 第一购买看跌期权或做空 看跌期权呢 可以从股价的下跌中获利 也能够对冲投资的组合风险 那么股价下跌越多 看跌的期权增值就越快 同样 股票的CFD合约也能很轻松的 通过做空来对冲风险 但不是所有的股票呢 都提供看空或者是期权的交易 如果您的股票不允许 您可以通过购买特定的指数 来对冲您的投资组合 比如 道琼斯工业指数 标普500指数和拉斯达克100指数 第二 产品的组合设计 在股票上呢 我们减少成长型高估值的板块 增加防守型和高股系的板块 并且我们要了解到 对于市场恐慌下跌的工具 有VIX指数 以及如果您要交易避险的话 可以考虑债券和黄金 第三 审视被套的仓位 如果您的股票已经被套 那请问 现在这家公司的投资逻辑 是不是还在 估值是不是够低 所处的行业 是不是朝阳的行业 公司的基本面 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第四 思考自己的交易策略 市场上并不会有一帆风顺和永远的上涨 很多时候 大家赚钱了 总觉得买少了 亏钱了 总觉得买多了 那么相信经过下跌 可以发现自己很多在前期 不曾发现的问题和漏洞 不断的完善自己的投资策略和技巧 这才是走向稳定盈利的必经之路 那最后 我们都知道 波动性就是市场的本质 跌与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也正是有了市场的涨跌 才让我们做投资的回报和利润 在现阶段的投资中 尽量保持客观平静的心态 利用好工具 做好防守和动态的仓位管理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